我們看一下這題喔 他叫我去判斷一下哪些是正數 首先這兩個相減 兩個相減齁 誰正 相減之後正算負數怎麼看 你就直接比笑一下 這兩個誰大誰小是小的 跟到二 是二了二分之一吃 二開三是二了三分之一吃 所以比數是二嘛 所以二分之一比三分之一大 所以相減之後什麼號 正號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正的 這個也是一樣來這兩個相減怎麼看 你就直接比較這兩個數是誰大誰小是小了 如果說你會用觀察法來二喜三連三 我講過樂克斯求四數嘛 二的一吃飯是二 所以二喜三連三一點多次 對不對 因為二的一吃飯就是二嘛 所以二喜三連三是一點多次 一點多是減一一定什麼數 正數對不對 這也是一樣 你用觀察法 是不是這樣好了 三的幾十二連二 三的一次飯會等於幾三 那三的幾飯才二 有沒有到一次 沒有是零點多 那零點多減一是什麼 負的 對嗎 這不行 這是用觀察法 用算的欸 用算的也可以 這LOG以二位的三不動 減掉什麼叫一 配合底數LOG以二為底 什麼叫一 這邊寫二是就一二 所以底數比一大 這邊越大就越大 所以相減什麼好 正好 對吧 這也是一樣 這LOG以三為底二 請掉 什麼叫一 配合LOG以三為底 這邊寫三就是一了對不對 所以底數比一大 二是比較小 比較小啊 比較小 數字又怎樣 越小 小減大什麼號 五號 四數還二 這是慢慢算 那觀察法比較快 二二幾飯才三 一點多次 三二幾飯才二 零點多次 這樣直接相減一看就知道了 這樣行不行 好這兩個呢 這兩個你看不懂 其實我講過 什麼叫LOG LOG在求次數 但一個數字比一小的時候 像二分之一 它次數會出現負的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次數往前飛是負的 LOG以二為底三 所以說這時候是變負的了 但一個數字比一小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三分之一是三二負一次 二分之一是二二負一次 這時候次數會出現什麼號 負號 但是次數往前飛 負負的正 變成LOG以三為底二 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 這是什麼號 正號 這是負的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以後這種題目 你也可以用觀察法 你看 這個東西小一 所以次數是負號 這次數這個東西小一 這個東西小一 正兩個次數是負號 但是負負會得正 對吧 正哪個是正的 A B E 這樣可不可以 最後把這邊看一下